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宪法宣誓仪式 履行法定职责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客进职守 连接奉公 接受人民监督 为建设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努力奋斗 宣誓人 习近平 宣誓结束后 习近平向全场鞠躬致意 现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最后 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新当选的国家副主席韩正 分别进行宪法宣誓 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秘书长进行了集体宣誓 在两日的会议上 全国人大代表们投出了他们手中的神圣一票 见证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诞生 相信这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难忘的时刻 我们收到了不少来自代表们的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的感受 大家好 今天上午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我们大家一起投票选出 习近平成为我们的国家主席 所有的代表都非常激动 大家站起身用最热烈的掌声 祝贺习近平主席 和新一届的中央领导人 我们看到习主席是崇高的威信和威望 而且高超和英明的领导 带领我们国家和人民 经历过所有的风雨迈步向前 而且我们香港都经历过黑暴的事件 在习主席的带领之下 我们能够游乱导致 现在迈向游致及兴 对未来我们在习主席英明的领导之下 大家都充满信心 面对未来任何的挑战 而且在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里面 我们香港都能够助力国家的发展 而且习主席 去年是香港对我们的期望 而且时时刻刻牵挂着香港市民 带领我们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多谢 大家好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李慧琼 今天能够以人大代表身份 投票选出新一届的国家主席 和领导班子感到非常兴奋和鼓舞 也在这里冲心祝贺 习主席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 全票当选是民针所向 大家看到在习主席带领之下 过去中国的发展取得历史性的成就 香港也经历由乱到自由自及兴 世界格局依然复杂多变 我们需要好似习主席一众领导人 他们有担当有智慧有谋略 继续推动国家向前发展 我有信心 在他们的带领之下 我们一定可以走向高质量发展 一定能够一步步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迈进 各位香港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们出席了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第三次就是全体会议 很荣幸能够在刚才的会议当中 能够投下很尊严 很神圣的一票 来到去选出我们国家领导人 我们更加振奋 更加鼓舞开心 我们的国家主席能够以前传票 能够继续连任国家主席 和中央军委主席 这个可以说是在我们国家进入新征程 有一位有能力 有魄力 有谋略的一位伟人 可以继续带领我们国家向前迷进 更加希望未来能够在习主席的带领之下 能够可以实现我们中国现代式的强国 更加能够可以做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委员复兴 对于香港来说 习主席继续连任国家主席 是我们香港人的支福 因为习主席一直是很坚决支持一国两制 也都希望在未来 在习主席的支持之下 香港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也都希望我们香港人 能够可以拼搏自强 能够团结奋进 和守正重新 在未来能够融入湾区的发展 能够融入国家的发展的大局 我们在这里感到非常之开心和振奋 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里 参与和见证国家主席的选举 习主席是全票当选 国家主席是状望所归 失之名归 我也是投下信心的一票 好的 非常感谢各位代表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可以看到我们的港区代表 都对参加此次会议感到非常的激动 也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接下来我们将要连线的这位嘉宾 是黄冰芬代表 那么作为首次参会的代表 她一定有非常多的感想 接下来马上连线她 黄代表您好 主持人好 东南传媒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上午我们来到了人民大会谈 参与了第三次的全体会议 会议上习近平全票单选为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我们全场都展身轰动 一起站起来来开展 我们都感到非常的开心 因为原来大家都一样 我们一起选出了一位众望所归 民心所盼的主席 习近平主席在过去十年以来 带领我们中国取得历史性的变革 和成就 我相信在成绩大家都有目共睹 而就今日的我们国际形势上面 仍然非常的复杂多变 我们很需要一位强而有力的领袖 带领我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展现我们中国的特色道路和影响力 我十分肯定我们习近平主席 一直以来都国家的担当和能力 相信他一定能够在二十大以后 带领我们国家踏上新真诚 带领我们开拓创新 有更好的发展 习近平主席一直以来都十分关心香港 去年我们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7年的时候 他也亲自来到香港 向我们香港市民 向世界清楚地指出 我们一国两制是一个好的制度 不需要改变 对我们香港繁荣稳定 打下了强心针 而且习近平主席还寄议我们香港 要搞好经济 改善民生 破除深层次的矛盾 在我们现在香港有至极心的新阶段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把握 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 善用我们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各种优势 去开脱更多的机遇 这次兰会我们都很深刻认识到 我们国家一直都在奋发前进 那我们党的二十大精神 已经贯彻在不同的政策里面 那我们未来 我们一定要继续团结奋进 为我们的国家富强 一起努力 那我能够参与其中 我是觉得非常的荣幸 回到香港 我相信我们也一定要 好好的宣扬好 我们二十大的精神 还有两会的精神 希望我们香港也能够在 这一国两制实践当中 继续努力 而且要全力拼经济 谋发展 再推进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还有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当中 我们要做出最大的贡献 好的 非常感谢您带来的分享 谢谢 那么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 也是在北京见证了新一届 中央领导人的当选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一位老朋友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杨丽珊女士 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 杨伟员您好 主持人好 东南传媒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见证了多名国家领导人的当选 心情非常激动 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我认为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和人民对过去十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长领导下 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遮影下 中国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 和崇高国际威望的高度认可和信赖 热烈期待 在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 中国可以在国内继续深化改革 匡大开放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在国际上 协助构建更加公正的国际继续 团结人民进步力量 共同应对贫富差距 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 持续推动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港区政协委员 我也冲心地期盼 国家能为港澳地区融入国家发展 海外侨胞回归祖国投资创业 提供更多政策上 配套服务上的便利 结合一带一路建设 让原先国家和地区的人民 都可以分享到中国的发展红利 好的 谢谢杨丽山委员带来的分享 谢谢您 那么这次两会 杨委员是为我们东南传媒 带来了非常多的前方消息 和委员们的分享 再次感谢您 3月10号下午 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当选政协第14届 全国委员会主席 会议选出政协第14届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299名 其中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 荣誉主席吴良好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 联议会会长施荣怀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三位敏及港区政协委员 当选了全国政协常委 3月11号下午 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表讲话 本次会议会成七天半 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 今年的全国两会已经接近尾声了 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的产生 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 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 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 极大鼓舞和激励亿万人民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戳力奋发 勇意前行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 而共同奋斗 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和牵挂香港的经济名声 全面支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 推进香港实现油乱转治 并迈向油质极新的新真诚 相信在习主席的带领下 在全港人民的努力下 香港未来风光无限 各位观众 本期的京港连线化两会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